文明全台三星上降临已经真实上市 而三星农会表示 今年受到航海的影响 产量是大大减少 大约有五成左右 不过甜度比起网名还要高 可能会公布应求 所以喜爱上降临的民众 手脚可要快了 非常出名的三星上降临 今年饱受航海的影响 历经六个月后的今天 终于对外公布正式上市 虽然今年产量大为减少五成 成本也提高了许多 但在这个上 六颗与八颗装的价格 仅为虎调想五十元 其他并没有打价 三年签计我的百分之五十 我们吃的面穿也不够 那说那些農民全本都拿过 现在别的介绍过 差不多都是很大年 就是少了而已 但是我们经济品线 一边甜又特别有汤果 好吃 一旦要吃哪里 拿早餐 没有这件银饭来的美妇 对 我今天少少来来说 这些说是要 我们的成本 才说是要做一个器材的动作 但是在这个消息者 有一个导臣 因为我们大众的物资 也没有什么在器材到 所以我们适度调涨一点点 让荣誉有 我这些负担也这么大 让我们做一个产物价平衡 这个关键 这是我做的改变 就是我做的改变 就是我们从新口味噌 在新口味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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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新口味噌 在新口味噌 要称散 套袋等等的工作 一刻都不容有任何的散失 农民辛苦了一年 今年虽然不是大丰收 但梅雨季水分适当 今年品质佳 甜度也比往年来得高 因为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的蜜蜜 那个荷水比较高 这开好时 一般都会让我们走 那里的蜜蜜 蜜蜜是让它穿掉 所以我们要把蜜蜜抓住 后来就是 蜜蜜抓住 我们要用人工水分 人工素分 在我们不同品质的蜜蜜 白水分 每次对它的高粒和高时 品质更好 更大粒 蜜蜜要抓到蜜蜜 差不多要两个月 要抓两个月 抓到我们在拓大地战略 差不多一星期 这两星期就要收起来 拓大地战略 拓大地要让它虽然 虽然外面的环境 然后再拓大一点 三星地区农会表示 各残销班除了获得残销履历 和吉原浦双刃证外 将做农药残留的检测 为消费者严格把关 将最新鲜安全精致的三星上下领 以大家来分享 宜兰新闻记者南下路才报报道